消失在媒体前好一阵子的法拉利姐张婷婷这次又再次引爆话题了 主要是因为布洛克史丹利她在礼拜六深夜11点多 在脸书上po了这么一张和张婷婷的合照 还说两人要一起开千万跑车去唱小城故事 短短po了十几个小时立刻有超过2700多人按赞 还有网友说两人超登队的是不是要来签红线呢 不过其实两人不认识这都是误会一成 好熟悉的跑车开了过来走下来驾驶 妮妮知道她是谁 大家好我是张婷婷 一贯自我坚持跑车配美人 法拉利姐张婷婷超短迷你裙脚凳高跟鞋pose很多 她说自己很低调耶 可是走到哪都有人跟她要合照 消失在媒体版面一阵子了 这回因为一张照片再度引发话题 就是这张在布洛克史丹利脸书上的照片 法拉利姐还有史丹利两人的脸几乎零距离贴在一起 还有张婷婷的手直接搭在对方肩上 再看看史丹利就还嗨的 两人合照相当亲密 那么多人拍一拍就走了拍一拍就走了 哪知道是谁是谁 如果真正是明星来跟我拍的话 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很有名的 除了张小婷以外其他我不认识 女主角笑得好腼腆 过男主角标题这么下的 史丹利说要开着千万跑车一起去唱小城故事多 这样照片一po网 史丹利粉丝好友大推 短短十几个小时2700多人按赞 有人说史丹利真男人 还有人说两人好素配啊 更多网友要牵红线 更多网友要牵红线 更多网友还有他都可爱 不管我现在po跟谁在一起 其实是可能比较话题性的人 或是比较有趣的人 他们都会这样跟我开玩笑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对所以我觉得 不是他们喊一喊就真的会在一起吧 原来照片只是史丹利路过经过 全话题人物道老雷合照 没想到照片po网 网友纷纷抢着办 我爱红娘 这误会美不美丽 那你主角解读 大不同 日圈台北 纵红不道 我爱红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